槍槍三人行 欢迎这个义军从美国载玉回来 载什么玉 你去清水上 怎么这么黑啊 对 我最近看着像是从非洲回来的 你像是从美国的夏威夷州回来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在美国四月份 前天手还没那么热 四月份差不多待了有一个月 我就明显感觉你跟非裔美国人最近接触比较多 对对 我在美国近跟索马里人混在一起 对 我是以为 你是配合流行啊 最近你知道日本的AV产业还有分季节了 像每年的从三月到七月份呢 最受欢迎的排行榜就是那种叫玉烧 就是那个 玉子烧啊 不 太阳 这是晒完太阳 晒完太阳变黑了 身体某些部分变白了 然后呢 那个季节 日本人就是那个季节 特别喜欢看那一类的AV 哦 到秋天又另外一类 到冬天又是另外一类 哎呦 你这真是行家 我是看材料 AV还有春夏秋冬的不同的流行款 对 你的心理状况嘛 夏天嘛 你配合那种运动型 冬天就喜欢那种 爷爷奶奶妈妈的那种 不要温暖 所以冬天大家心里需要温暖 所以嘉惠今天看见你 马上就想起他昨天晚上看起来 哎 怎么这么像 哎 亦军这次在美国 他们 我看咱们那个微博里 有人就又建议我们聊那个特朗普呢 你怎么又聊特朗普 不是 我不知道最近特朗普出什么事了吗 不天天都有他的事吗 什么叫 就没断过呀 哎 你就给我们聊聊美国见闻 不是 我这次去完美国啊 我就是觉得 基本上特朗普 我不是特别担心他了 基本上就是说 真的是选出特朗普 不是美国的末日 因为他整个社会 基本上是个由下往上涨的 这么一个社会 你就比如说 他的一个县的警长 就是county sheriff 他们也叫郡治安官 反正就是那个警长吧 连个警长都是选出来的 任期还可能比总统还长 还可以老连任 那你每个州有你的这个法律 对吧 你这个州政府 比如说你州政府 他也管不了太多 州政府呢 你下面比如说你的教育体系 他都没办法规定 你学校教什么 什么学生去 他都 他教育系统有另外一个系统 他就老这么制衡着吗 所以呢 你基本上 特朗普就在那个上头 就顶尖顶层上 管那么一点事 你看就政府很乱 人民基本上没有什么事 我觉得 去了 我根本没感觉到说 这个国家现在是这么一傻貌 或者说 或者是一个装疯卖傻的一个人吧 在那统治 完全没有感觉 可是那个 有时候后 除了说 担不担心 他有实际的破坏力以外 还有荣誉感 因为呢 就是让美国看着丢人 丢人 其他没什么 就是你别看什么 每一次外访 像最近一次去以色列 对不对 然后出来讲个话 那种太可笑了 马上在美国的网路 有人把他的 呃 演讲的片段 在以色列 跟奥巴马 当时呢 去访问完以色列 那发言一比对 对 他去那个 大屠杀纪念馆 他那个签名 基本上就是说 到此一游 然后呢 非常丢人 在那个以色列 说我刚刚从 他想说我从那个沙特过来 他说我刚刚从中东回来 但是 这个都是他很可笑 但是呢 我觉得美国人也没有觉得很丢人 就是说他们没觉得自己跟总统是一家呀 而且他 就起来跟他这个斗争 还觉得自己挺骄傲的 而且吧 其实我现在对美国媒体 这天天聊特朗普特别有意见 嗯 我们那个就是凤凰 驻华盛顿 那个战长 那个就那个鲁涛 就他跟我讲 他说的就挺有意思 就他说 就你看美国三权分立 对吧 呃 总统现在是共和党的 呃 国会也是共和党的 嗯 最高法院 基本上 现在说起来是保守派和这个 就是这个自由派的比较平衡啊 但其实偏偏保守 那个特朗普又塞了一个进去嘛 就偏 就偏保守 那这个三个权力 等于你这个自由派 或者说这个民主党 全丢了 那只有靠你这个第四个权力 就是媒体 成天哄他 然后我还给他加一条 我真觉得 现在批评特朗普 反特朗普是一桩生意 嗯 你看这个纽约时报 大选期间反特朗普 后来订户增了多少倍 那CN也是啊 他也想赚钱 大家都爱看这个嘛 也不过他一定想 知道这个能状 他发现 只要你聊特朗普 你聊 大家就看着哈哈乐 看乐剧一样 这个我是有不同意见的 就是说 不管你批评谁 欧巴马上台什么 总是一个生意嘛 所以我一 重点是说 为什么 包括了 纽约 Times在内 不断批评他 因为除了他政策的 不稳定不可靠 还有形象 上面的出错 出错 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说 比方说 最近的德国总理 他讲了一句话 很重要的 他说 从此 对 美国不再是一个 可靠的朋友 可靠的国家 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天 他又在那个 英美以外的找朋友 这个马上 会让人联想到 二次大战 德国跟意大利 跟日本 日本鬼子 结盟什么 当然不一定会走这条路 我意思是说 整个世界的 政治的体系 重组 这种关系 重组 这个不可靠 还有另外一点 还要收回形象的问题 形象不仅是说 丢脸不丢脸 什么什么 是说美国社会的 国家的核心价值 在于什么 诚信 以前从柯林顿到奥巴马 到什么 柯林顿最被攻击的 表面看来是什么乱搞 升级器官的问题 不是 其实还是大脑的问题 你有没有诚信 你承不承认 对 我是搞过 你不要这么洗拗 还有什么 破坏司法 独立 还发誓 酸誓 酸假誓 等等 所以那时候几乎 国会弹劾他们 尼克逊总统下台也是什么 避开了国会的弹劾 要integrity 表女奴依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破坏了核心价值 更别说还有一点 假如真的具体影响 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 跟敌人 俄国 还可能是在他支持上面 成为总统 那是非常严重 特朗普也很能说实话 是吧 他说女的 我想搞她就能搞她 这说的多真实 大家认为这是另外一种 诚信 但你刚刚说的就是特别对 现在从 其实英国脱欧以后 欧洲人就在叫 我们现在要自己组织军队了 因为过去呢 就从二战之后 都是靠美国人提供军队方面的 这个保护 因为德国 他有因为这个历史原因 他不能自己组成一个强大的军队 他觉得就是这个面子上不行 但你现在英国也走了 英国本来就穷的 就是弄不起那个航母啊什么的 非常军费非常少的可怜 而且呢跟美国又是很特殊的关系 英国人走了以后 德国和法国当时就有个声音 我们要自己搞了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没钱 德国有钱呢 但是面子上不好 不太好组这个头 法国呢 有这个面子他可以搞 但是法国人没钱 所以呢 欧洲下面一步就说 怎么能够弄到这个军费的钱 他们应该会要自己来考虑 怎么样自己来组织军队 就是在美国以外 欧洲变成一个独立的声音 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变化 是的 就等于说现在这个欧洲 也会成为一个军事力量 欧盟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力量了吗 那么他就是 过去感觉是靠美国保护吗 北 就他加入北约 对啊 对啊 那现在感觉这个法德 有点自己要 要扩建这个军队啊 或加强军力的这个意思 对 非常是这样子 另外呢 美就是美国吧 我就觉得我们过去单知道 还有他的法律的细腻程度 有时候让我就挺 就挺惊讶的 我们单知道有言论自由 对吧 他这个第一修正案 他就说政府 你不能管人家再读什么书 不能管人说什么 细腻到 比如说像那个斯诺顿 那个时候 他不是偷了那些 那个情报出来吗 说当时他如果没有离开美国 他把他的这些资料 发表在美国的刊物上 美国的这个媒体 政府是不能控告他的 只能控告他违反了 和国安局签的这个工作协议 你工作协议说你不能泄露吗 对吧 那问题是他后来逃他不是逃走了吗 逃走了呢就是有判过罪 这个是另外一种法律 而且呢他现在法律不仅仅是从政府层面来说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人民也可以去质疑政府的透明度 他们就有一个就说有一些这个民间组织啊 他有什么呢 他说比如说我就我一个个人 我觉得说现在警察局用这个人脸这个识别技术 你不是可以看出来那些那个犯人吗 你到处装这个camera对吧 那我在想你会不会滥用 那么我个人向你警察局提出来说 我想调刊你的这个资料你有没有滥用 那警察局很有可能说我 那我那谁理你啊 我这么忙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案件 就是说有人去问他们 那这个警察就说好好好 但是我们非常的忙 半年都没理他 他就可以告这个警察局 最后还告赢了 警察局就得全给他看有没有滥用 所以就说他这个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 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因为特朗普说到 特别实质性的这个冲击 丢面子是有的 你说这个 我觉得那天昨天还跟嘉辉他们提到 我最近看的一个纪录片 就是辛普森 我觉得对美国的这个法庭上的这个体系啊 太有感触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就是那天说这个 最近那个马里兰大学 那个有个有个女 中国女孩子演讲 不是被人骂吗 对吧 当时我们就说啊 说这个他也不了解中国的 复杂 但是他也不了解美国的复杂 就是我也不了解 但是我最近我就说看了个挺好的纪录片 就叫这个辛普森 我才知道当年我一直以为辛普森脱罪了吗 对吧 明明是说杀妻啊 所以说感觉是街上的人都知道是他杀了他老婆 但是呢 成功脱罪 对吧 但是实际上你知道吗 辛普森现在在牢里服刑呢 他因为另一件事被判了33年 然后哎 你觉得这个事情就是 首先咱记得吗 当年就在不多年前嘛 他就现场直播 美国辛普森这样的一个一个人 我又想起那个那个那个说太极王战海了 你知道辛普森啊 你在看那个纪录片 有一些历史镜头 我觉得这个人呢 有些人就是天才 我才也看懂了这个橄榄球的这个跑风 这个跑风啊 就是这个他脚离地只有几厘米 因为他需要急停急转 在一堆阻拦当中 他找到空隙 他就这么跑啊 最后能够跑到终点 就这个跑风 我觉得辛普森这一生 包括他这个人 就像是个跑风 多少次的这个这个关口啊 生死之间 他就一个缝隙 就钻过去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 而且这样一个人 还让我想起一个什么人呢 他就是钱里群所说的那种 真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个辛普森 为什么 那个时候他跟拳王阿里 跟很多黑人明星的 都是顶顶尖的明星啊 但是这些黑人明星 他们为黑人发声啊 参加黑人的运动 包括那个时候 你像洛杉矶 著名的洛杉矶暴乱 对吧 你知道辛普森 他是住在白人富豪区里 他交往的朋友 都是白人的显贵 甚至于 他某种程度上 你不能说他错 有些有些人会说 他不参加全王阿里 他们那这些什么联名啊 什么运动 他总是说 他说我 他说你说我是黑人吗 我觉得我是辛普森 我是我 我不是任何一个 不要不要在我身上贴标签 而且那个唯一人 那叫一个有魅力 就是说 哎 这个 破了一个记录 一定要坚持 把全队的人 人家电视台就要采访他 他一定要坚持 把全队的人 拉到一个小房子里 说 这都是我的兄弟 没有他们 就没有我 你知道 这么样会做人的一个人 就是 甚至于就是说 在街上喜欢跟人 他就是要讨人的好 就是 给人签名 能签几个小时 他旁边的人都觉得 不可思议 说你疯了 他说哥们 我就喜欢这个 他是这样的一个 你知道什么叫精致的利益 但是呢 不碰政治 什么被黑人发声 都跟我没关系 可是呢 最后在法庭上 就是他 就是基本上 就是他杀了他老婆 和另一个帅哥吧 但是在法庭上 确实黑人救了他 你们这个事情 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请来的律师 你像美国法庭 这个脱罪 他请来的律师 五万美元一天 五万美元一天 的这个律师团 哎呦 我现在觉得 这个律师在庭上啊 真的就说 美国的这种啊 找到这个警察 他们说 最后成功的 把这个议题 引向种族问题 因为什么呢 当年说他有一 在他家里 发现了那个血手套 然后就跟这个警察 就说 我们多少年前 你有没有说过 黑鬼这个词 这个警察当时说 我没说过 OK 也就那么寸 也就那么倒霉 找着了一段录音 当年是谁 采访这个警察 这个警察在录音里 说了 OK 那么这个美国 这个律师 你承认 你说你没说过吗 拿霉音 你说过了吧 那么在这件事情 你又没有撒谎呢 哎呦 最后你知道 这警察 然后最后变成了 美国一个全体黑人 把这个警察 因为他们联想起了 洛杉矶警察 殴打黑人的 那个事情 当时四名白人警察 被判无罪 对 好 你知道 这个辛普森 当时被判无罪之后啊 美国这个黑人 举国狂欢 而且那种狂欢 就是见到白人之后 有的人流露出来的眼神 就是 对啊 怎么着啊 我们知道 他杀了他老婆 可是呢 当年殴打我们黑人 那四个白人 是怎么在你们的法庭上脱罪的 你知道 今天我们的 这个几个 有色人种的陪审员 有的人心里就是说 是啊 我就要为罗德尼金报仇啊 那他借了这么一个事 然后你看 但是美国法庭 又是如此的讲究证据 就是说辛普森的辩护团呢 犯了一个 两个关键的错误 一个是把这个警察给弄出来了 这个警察说过黑鬼这个字的 这个警察 再一个呢 他这个辩护团里有一个人说 戴手套 那个血手套 在全世界镜头面前 辛普森戴不上去 但是呢 后来这个纪录片里就发现 他戴的那个橡胶手套 本身就很湿吧 后来再有一个辛普森阵营里的人 后来多年之后在纪录片里说 他们这种运动员 橄榄球啊 关节炎啊 他要吃那个药 然后呢 两个星期之前 就辛普森就不吃这个药了 不吃这个药 手指关节肿大 所以那个手套 全世界人都 这太有利了 就戴不进去 你看 他就是讲这个证据 愣生生 这个人就脱罪 但是我跟你说 为什么特好玩 你们都以为他脱罪了 他现在服刑 就是多年之后 因为一起很偶然的事 就有人拿着辛普森的一些纪念品 据为己有 辛普森很想拿回来 带着他几个黑人哥们 就去了 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打劫 就是把那些人 逼到一酒店房间 其中他辛普森的一个道上的朋友 带着枪 辛普森在场就是说 都别动 我要把我私人的这些 这些纪念章 这些东西 我的荣誉 你们都把我东西拿走了 你们拿回给我 就这么一件事 就是录音里 他说了一句话 进屋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就说都别动 好 持枪抢劫 持枪绑架 持枪什么 然后呢 最后那个 白人的那个 一个法官 有意把判决 拖延了一天 那正是当年 辛普森 10月3号 好像10月3号 辛普森脱罪的那一天 你明白吗 就是 所以后来这个 记录片里就暗示 就是你看 这个黑人和白人 但到最后 在另一种形式上 因为一个不起眼的案子 判你33年 辛普森现在 就在坐牢 矜持着立即主义者 最后都在牢里 你说这个故事 对 我这次在美国 还有一个体验 就是他们这个种族 特别是黑 因为我这次去世 是什么呢 他们就是国务院 找了一些经常报道 就是反恐的一些 就是这个记者 但你搞半天 美国的穆斯林财 人口1%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他除了有一些 这个索马里的移民 但是他这个黑白的 这个问题 特我真是 这次觉得震撼了 就是我们当中 有一个他们请了 一个黑人记者 来跟我们聊天 那我当时就问 那么他就 非常的批评美国 就说 说我走进一个餐厅 他都是一个老记者 他身在美国的 一个老记者 他说我去一个餐厅 没有人过福 我觉得很正常 我已经都学会了 这个没有关系 后来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那亚裔在美国 不是也经常觉得受歧视吗 我问题我还没讲完呢 他说你要知道 你们所有这些别的种族人 你们到美国 是你们自己要来的 我们是被船装来的 我们是当年贩奴 不是我们自己要来的 哎呦 这个心酸 然后呢 然后我在那个华盛顿 还去看了 不是美国 就是那个奥巴马 他不是主持 建了一个黑人的 那个历史博物馆 就从最底层 你往上看 他们当年怎么来的美国 就真的是像畜生一样 给泛云过来 仅仅为了 就是他们要在 咖啡里面加点糖 在茶里面要加点糖 这个折糖这个生意 就为了这么点东西 真是非常的心酸 但是你看每一个 去参观的人呢 他里边白人也都有 但是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是黑人 而且是一定是 家长带着小孩 每个人脸上 那个表情挺复杂的 就是又骄傲 你看我们今天 可以做到这样了 但是呢 又看看你们 过去是什么样子 今天你们通过了 几百年才改变到这样 非常复杂 我们以前以为 可以有种族融合 什么大熔炉 没有 我对文涛 刚刚说那个 OJ Simpson 那个特别有感触 因为当时我在美国读书嘛 每天看着那个采访 那个戴手套那一幕 到今天你一讲 逆逆在目嘛 他那个 而且他还很会演戏 戴不进去 阴眼无辜的眼神 你们看 完全很会演 可是你后来说 他那件很偶然的事啊 当然也可以从 种族黑白 怎么判的角度来看 从比较玄学的角度 或者说因果的角度 也蛮好玩的 不是完全没伤甘的 因为后来他那个脱罪了 可是明示他输了 被杀的老婆的家人 有告他他要赔钱 几千万美元 对 然后他也好像没有赔到 为什么 好像他的那个会计师 替他处理 什么加州的法律 保护说这是他的养老金 他会保障一个人 任何的情况下 不能把他的养老金拿走 所以没得赔给你什么什么 后来再告 他要搬去另外一个州再告 后来告成了 所以他有一个回忆录 本来禁止出版的 后来再出版了 还加上他的死去的太太 那边家人的姓氏 一起来加上去 一起来分版税 好了说回来 为什么会有因果关系呢 当然他不是说自己 什么我的照片 我的长辈被人家拿 不是啦 不是突然无缘无故被拿走的 是因为他按照官司 他那个要分给 他死去的老婆的家人 作为赔偿金的一部分 那背后有财产的瓜哥的 人家说 这个我们又拿去卖 卖了又来赔偿 他就不服气 就争执 他说这个部分 我应该有的 我不给你的 所以可以这样说 没有前面他杀老婆 因为他自己间接承认 If I did it 没有杀老婆 不会后来有那些长辈 什么照片 签名照片被拿走 也不会他去敞回来 不会有今天33年 对 在我这个中国人看起来 我就真的是觉得 因果不爽的一个故事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你知道就是这个 辛普森这个事 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 就是啊 就所谓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跟这个族群问题 跟这个矛盾 是什么关系 你想 这个里边其实 当时在洛杉矶啊 我觉得就是洛杉矶警局 那个是有名的 那就太多的录像了 打这个黑人啊 就这种野蛮执法 所以最后引起这个暴乱 但是等于说 黑人兄弟们需要你的时候 你的道理也没有错 我觉得今天来说 任何一个明星 也可以选择这样活着 就我凭力气吃饭 我你不要说 我是地主阶级 我是黑人 我是白人 我是辛普森呢 我就是我呀 我对你们 每人人都和蔼可亲 对吧 在我眼里没有白人 没有黑人 可是实际上呢 白人都没把他当成黑人 就是 可是实际上呢 在法庭上 能让你脱罪的 却是一个族群矛盾 甚至于那个 他那个当时失败的 这个检控官啊 后来就大发牢骚 就是说 他那个辩护团呢 说到辛普森的房间去 他到他家里去看 好 他说第一次去的时候 所有的都是辛普森 跟这个白人的这些 名人明星 达官显贵的合影 那是他的朋友圈 那是他的生活圈 很少 他的黑人朋友很少 但是呢 第二次去的时候 他的辩护团全换了 就说就说 哎 我们至少得留几张 他跟白人的合影 整个墙壁 感觉这个辛普森 就是一个整天 跟黑人兄弟在一起的人 一个人的底色 其实最后是脱不掉 最后 最后确实这个东西救了他 这是太有意思了 黑人 黑人在美国后来地位啊 得到就是这个改善 除了就是 马丁路德经那些以外 当中很重要的 就是黑人体 就是体育运动员和演员 到有一段时间 他们上了封面 特别是体育运动员 变成就是美国人 开始去理解 黑色是美的 就他们展现体育当中 那种肌肉的美啊 然后整个他们的 这种非常阳光的这个面孔 对他们形象 是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说你看 他就涉及到一个什么 白人当年也歧视黑人 但是呢 他们却愿意跟辛普森做朋友 因为辛普森这样的天纵奇才 包括辛普森这种 为人处世的这种 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种魅力 对吧 让白人跟他在一起 觉得没有任何 就忘记了他的肤色 对 那奥巴马最后也脱不掉 他一开始上来 他想说 我是所有人的这个总统 那黑人不是那时候 被枪击吗 就有一次 他特地就是说 没有说我专门要去那边 怎么样 特地来帮黑人 说我是所有人总统 但是你看他其实 就是安安静静地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在华盛顿 修这样一个博物馆 对吧 他其实这个东西 我就说一个人的底色 你的所来处 最后怎么也是脱不掉 而且这不二嘛 你不能分说我是什么人 然后我还是所有人 其实这是用佛家来看来是无名 你可以同时是所有人的总统 你的肤色也是黑人 你也可以是男权主义者 或者说站在支持你女儿 你老婆 你也男人可以是个feminist 可以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假如要这样区分是真的无名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什么 即便是美国的法律系统 我们真的得小心 就是你看 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啊 你是多么的容易被忽悠 什么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这主义 那主义 什么 这是仇 国家仇恨 你知道吗 你想辛普森这个案子 你被人家耍了 人家利用你黑人的这个仇恨啊 帮一个杀妻子的人脱罪啊 最后 最后 美国我觉得群众真可怜 全体上去 辛普森 辛普森 他无罪 实际上是你被人家煽动起来 没有他可能是 我知道我被煽动啊 可是我也爽了一下了 我就是用这个 这个来报复 来攻击以前的 打我们的白人 你看美国的NBA啊 那个牛仔大会 你深深理解爱国主义 是统一美国的东西 就我们常说 中国爱国主义 美国更厉害 对啊 每个人在那